美国新调期回为近三个月 终于再度升起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式重启 虽然基辅还没全面恢复 仍有可能再度遭到俄军攻击 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信心 他说乌克兰人在美国的安全协助下 能成功捍卫家园 同时欧美和俄罗斯外交战持续进行 俄罗斯18号宣布驱逐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 共计85名外交官 要报复先前这三国 因为布查惨案曝光后 欧洲国家总计驱逐超过300名 俄罗斯外交人员 乌尔战争的法律攻防战 也在基辅法院开打 21岁的俄罗斯小兵 悲空犯下战争罪 他在翻译的协助之下正式认罪 坦承收到命令 要求枪杀一名62岁的乌克兰平民 乌国检方表示 已经掌握40名嫌犯 为了调查战争罪 美国国务院投入600万美元 成立新单位冲突观察 要全面收集 俄军犯罪证据 美乌两国想杀鸡儆猴 俄罗斯同样大玩行李战 俄罗斯公布先前 亚素钢铁厂的撤兵画面 乌克兰战士一一排队 打开行李 接受俄军检查 俄罗斯甚至有议员认为 这批乌军新纳粹分子 应该当场处决 莫斯科声称 亚素厂共计有962名乌军 已经器械投降 俄罗斯宣传站安排 乌军现身说法 但乌克兰不认投降 说仅公布两百六十多位伤兵 撤退到亲俄区治疗 两边认知明显有落差 克里姆林宫更将目前和谈 毫无进展 怪罪基辅 完全没有展现任何续谈的意愿 关键的马里乌波尔战士落幕 但整体冲突尼闹 却更让乌俄两军动弹不得 近新闻乌洛莹朱佳林报道